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底下那个人啊就那样就看着 你说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是在表演节目什么 对 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是为什么表演节目 不是不是 是因为一场葬礼 就那村里有一个老人去世了 然后他那个子女啊就为了 就可能显示孝心还是怎么样 就请了一个演出团来表演厌舞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太荒唐了是吧 对对 你说 你说要是我们可能一个特别欢快的一个什么文艺演出 你演一个什么特别暴露的舞蹈 我觉得好像还能接受啊 这个环境可以接受 是 但你在一个这样我觉得特别严肃的场合 跳一段厌舞 觉得特别匪夷所思 弄的就是成了一个闹剧了 然后甚至让死者都不得安身 对对对 你看谈到葬礼 那你说有些婚礼 这个我看到一些婚礼啊 就是对那个新郎 对那个新娘啊 还有伴娘啊 一些给他们开一些无聊的 甚至有一些 不太好的那些玩笑 做那些个游戏啊 捉弄新郎和新娘 对 然后呢 底下的人特别开心 觉得自己很开心 但是那对新人 他们非常的尴尬 甚至呢 有些时候都觉得有点下不来台 很不舒服 好像在上了刑场一样 这个婚礼就是这么着熬过来 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 对新人是一种侮辱 对 这种事其实挺多 也有 也挺多的 挺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聚会 其实并不是很合适的 不过我觉得 因为我们都信主啊 我也参加过 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婚礼 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在那个0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上海 然后呢 有一个老伯伯 80多岁了 就是去世了 然后呢 我们就去这个殡仪馆 去 就是去参加这场葬礼嘛 然后记得很清楚 其中呢 有一个75岁的 一个老伯伯 带着就是我们的一对 唱诗班 然后呢 在那个葬礼很安静 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然后在葬礼的过程之中 唱了一首呢 其实是很激昂的 还带着 节奏还很宽快的一首歌 歌的名字我还记得叫在相会 嗯嗯 我给你唱两句啊 他是这样唱的 他说在相会 嘿嘿 在相会 嘿嘿 你一听好像是一个进行曲式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节奏 在相会 在相会 在葬礼在相会 在哪再相会 在哪见呢 对啊 就是说基督徒呢 我们认为人的这个一生啊 他不仅仅就是人死了 就像我们 人死如灯灭 人死如灯灭 就是弃绝而亡 就跟这个世界就永远的告别 他不是 人死了以后 当我们相信上帝的人 我们就会呢 进入到另外一个一个国度 在那个时候呢 就跟上帝 跟相信他的人就在一起相会了 是这样 所以应该是并不是 最起码不是一个特别凄惨 特别绝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是呢 充满了盼望的 我觉得你这种说的 这样的葬礼上的聚会 我觉得特别好 不是说你跳一段厌舞 让我们觉得特别尴尬 又不用 就完全忘记了我们来干嘛的 是 有些其实葬礼啊 他们今天竟说葬礼了 葬礼其实 当然那个跳厌舞 那个有点极致 但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这种葬礼啊 他只不过是一个孤名调域 这样的一个场所 很多的婚礼呢 他无非是想展示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金钱财力等等 那么这些我觉得 往往是事与愿违 事与这种 在一起聚会的这种 祝福啊 分享啊 跟这个事 我觉得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会觉得 大家我们会觉得非常的 甚至非常的非常 觉得很荒诞 有些东西 对 是很不合时宜 哪像是婚礼 其实不管是婚礼也好 还是葬礼也好 我们都应该是 带着一种祝福的心愿 葬礼是缅怀 那婚礼就是祝福 那如果把这个核心搞正确了 我们就不会过于去 注重那些形式了 如果过于注重形式 其实人的心里面 是很难受的 就会不喜欢这个聚会 对 就要舍本逐末也好 对 本末倒置也好 那么对于基督徒啊 其实基督徒的生活 这个关于聚会啊 是一个经常 这个一个常态 我们经常会在星期天聚会 然后周中间呢 我们有查经聚会 有祷告聚会 包括这个圣经里面 你看主耶稣 他也参加婚礼 对吧 在这个加拿的婚宴 对 是不是 然后呢 他有一个朋友叫拉萨路 拉萨路去世 他也去了 然后他也请人吃饭 对 在月节也预备 这个一大桌的饭 让他的门徒啊什么吃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非常的注重这个 平易近人 非常平易近人 非常的注重这个 跟人的这种聚集 那个圣经里面 也有关于聚会的经文 我记得有一节经文 就特别的好啊 就把聚会的这个意义 说得很清楚 他是在 我记得是在 希伯来书第十章 他讲 他说不可停止聚会 就还鼓励 不能停 那聚会是为了干嘛呢 不可停止聚会 目的是为了要激发爱心 彼此相顾 勉励行善 所以后边这几个 我觉得是挺值得人深思的 激发爱心 是吧 其实聚会 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 肯定不是为了要彼此伤害 是吧 而是什么样呢 分享 从彼此的这种祝福 同时呢 领受一些祝福 你比如说婚礼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分享新人的这种 对美好生活的盼望 他们的这种喜悦 这种心情 那么我们去了 我们也应该把从我们而来 内心的这种祝福 也能够分享出去 这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互动 是吧 对 你说的对 就像是 刚才你说的这句经文当中 我也觉得好像 如果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 如果去了一个高质量的聚会 我会能从这里面得到一种营养 我觉得特别舒服 比如说我去了一次 我觉得家里人都很开心的一次聚会 那我回来之后 我觉得心里面特别开心 家里人都很好 然后呢 我又觉得我也被关怀到了 这是一个很高质量的聚会 对 但如果说你要是去一次同学聚会 大家都在攀比 然后你看 那个小安 这个最近混得不错 开了一辆好车 所以你那眼光就眼睛就绿了 心里就不高兴 那这样的话 这种聚会是 就是让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对 所以其实聚会的最终的目的 你看大家都聚 都愿意聚集在一起 那聚会到底是为了干什么 应该是受益 而不是摸受损失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原因 咱们也一起聊一聊 你看看 我想的对不对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聚会 因为我们都相信上帝 我们知道从他而来的爱 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是因为有他的指导 有他的训会 我们才按照他的这个指导 来去怎么样呢 去比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些 这个信徒们之间 我们彼此相爱呀 然后互相关怀呀 互相鼓励呀 互相祝福 他有一个源头 是从上头而来的 他有一个目标和方向 就是他的这个教导 所以呢就是说 其实呢 他还是在这个聚会之中呢 占非常主导的地位的 但是世人呢 社会上的人呢 往往我们这些聚会呀 更多的时候啊 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 这个聚会的这个本身的含义 更多呢就是自己的这点感受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啊 如果说是以神的爱 招聚在一起聚会 或者说以神的爱 去影响我们的生命 然后以这样的动机去聚会 去聚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聚会 才能称之为说是 让我们觉得能够获益的聚会 对 所以我想呢 我们有很多的 对信仰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到教会之中 去体会一下基督徒的聚会 去体会一下呢 在这个基督教的这种氛围之中的 各种 比如说纯礼啊 葬礼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聚会 那我们 大家都愿意聚集在一起 那更多的时候呢 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 就是说我们想一想 到底在聚在一起的时候 如何的能够呢 以爱相交 如何的能够呢 更好的去完成 这个聚会 本来应当达到的这种目的和实意 而不是呢 变成了一些 不是说特别美好 特别理想这样的结局 对不对 那你看西听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和借这个话题 然后和我们的这个 在座的朋友们一起做个祷告 好好好 那还是请小安来为我们做这个祷告吧 好的好的 好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孩子呢 谢谢你 把从你而来的恩典 来赏赐在你的孩子 和西庭的生命之中 以至于呢 我们对于生活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渐渐地脱离了 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样的狭隘的 自私的 可怜的光景 那么看到呢 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的聚集 人呢也都愿意聚集在一起 去 得到一些祝福 得到一些美好 但是因为呢 在这个聚集的过程之中呢 没有了你 没有了从你而来的真理和教导 往往人呢就脱离了现实 陷入到自己的私语之中 所以呢 往往很多的聚会 本来应该有一个很美好的果效 却成为呢 不太尽如人意的一场场的闹局 亲爱的主 求你来帮助我们 特别是能够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 求你能够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信仰 因为认识你 认识你从你而来的生命和真理 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果效 使得我们与人的关系 能够更加的和谐 让我们一场一场的聚集 能够以爱为主题 能够彼此相交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爱聊七季 聊出奇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朋友们